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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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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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首先呢 我们在这个花系上呢 我们先放一些剑衫 好,那各位阿花菩萨可以看到 就是刚刚我在拿剑衫的时候 你会发觉我的剑衫都是往下放的 就像 我们这边也做一个分享 就是呢,我们在 放我们的剑衫的时候呢 不要这样子往上放 因为我们往上放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手会去脑袋的时候会受伤 所以我们每次插完花以后 这个剑衫都要这样往下放 像我自己的工作室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同学的剑衫 就是很多上课用的剑衫 我都规定他们插好的剑衫 一定要这样子往下放 那别人再去拿剑衫的时候 就不会受伤 这也是我们在做一个花艺家 一个花道家 它必须具备的一个修养 就是处处为别人着笑 好,那我把这个剑衫呢 拿了两个 先放在这个盘的这个东边 那我们知道呢 中和花艺它非常特殊的一点呢 就是除了花形的这个意境以外 我们说意趣以外呢 还有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国传统的观念 就是我们在这个花器里面分出 做出方位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比如像我手上 这里是东 南 西 北 所以我们就会产生 方位的一个变化 那中国最古老的哲学思想 就是一经的思想里面 就是一个方位的艺术 所以每次在跟很多外国人 或者甚至把这个中华花艺带到中国大陆 跟很多人做介绍的时候 那能够把中国古老的一经的思想 运用在花艺上呢 也是令很多人非常的感动跟珍惜的 所以我现在把我的整个建山偏放在东北的这个区块 东北的这个区块 好 然后我在西边的这个地方就流出一个水面空间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今天要用的是这样的一个葫芦竹 葫芦竹 那这个葫芦竹的定姿呢 会比较比较难一点点 然后呢 它需要比较用力的把这个竹子做一个定姿 所以我们稍微把它固定一下这个竹子 好 那各位爱华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把这三只竹给它固定起来了 这是一重的葫芦竹 那这个葫芦竹呢 特别的有味道 那葫芦竹也是很受很多民间特别喜欢的一个竹子 因为它有一点像葫芦的形状 那中国人自古以来 就非常的喜欢竹 因为我们说呢 红莓结枝绿竹生孙 所以竹子在中国呢 也代表一种子孙的名言 所以很多人对于竹呢 也特别的喜欢 而且竹子呢 它前竹都可以使用 我们的食衣柱形中呢 很多都可以跟竹子有很多的这个关系 好 那这个葫芦竹呢 我把一只呢 结成三结 那葫芦竹特别美的就是它在竹节跟竹节中间 它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所以它这个葫芦竹为什么受到民间特别喜欢 因为葫芦又有一点代表葫芦的感觉 所以在过年的时间呢 或者是平常的日子里 它不只带有民间的一种 对于吉祥的一个期待 也对于文人雅士 有一点对竹的一个虚心有结 千千金子的这个竹的意象都是很美好的 那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竹子的固定 因为竹子本身呢 它非常的硬 尤其这个葫芦竹 那各位阿博菩萨可以看到 我应用在这个竹子的两个中间呢 我用了两只的那个枝干 帮它把它顶住 这样子 因为这只竹我在锯的时候 没有锯得很平 那就算锯得很平 因为我要这样子 在转动的过程中 它也会动到 所以我利用这两个枝干 这样子把它 就是两只把它夹起来 夹起来之后我再运用一只铁丝 把它固定起来 那这样子这个竹子呢 就能够把它固定起来了 所以有些人觉得 擦竹子不是很好擦 因为像一般外面的那些绿竹啦 或者是糖竹啦 它的枝干你可以一剪开 跟剑膳做一个运和 但是这个葫芦竹本身 它的厚度非常的厚 就是说它整个竹子的厚度是很厚的 那要擦到剑膳里面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把这三只竹呢 做成有一点点这样前后的一个感觉 好 那我再固定好之后 我稍微把它移开一点边 让三只竹之间呢 有一个空间的一个感觉跟变化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样的三只葫芦竹呢 在这个盘里面就形成一个 很美的一个空间的感觉 好 然后它在过年的时候呢 竹子它的象征的含义非常的好 好 那我在做完这个葫芦竹之后呢 那各位阿卜莎可以看到 我手上有这个所谓的天文冬 天文冬 那这一个天文冬呢 平时它是很轻柔的 然后呢 我把它剪了 用了三只 好 刚好门口有一些天文冬 天文冬 那天文冬的这个质感会比较细一点边 所以擦的时候呢 就要很用心的去擦坐它 好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天文冬呢 加在这个竹子的这个侧面 好 那我们说竹子呢 非草非木 然后亦草亦木 就是说它不是草本的植物 也不是木本的植物 但是竹子本身呢 也是亦草亦木 也就是它也是 木本也是草本 所以它具有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含义 好 我把这一只 把这一只 天文冬 那我们会发觉天文冬加上去之后呢 这个竹子跟天文冬之间就会形成一种 刚柔病剂的一个感觉 因为竹子虽然说 我们说它是非草非木 但是它这个葫芦竹是特别的刚硬 所以它擦起来会觉得比较硬比较重的感觉 那我们加上天文冬之后就可以把它做一些柔化的工作 感觉上比较柔软的感觉 好 那我在竹子的下段呢 我来加一点点的梅 梅姿 因为如果是平常没有梅花盛开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加任何的花材都可以 比如说 黄羊啊 或者是 杜鹃啊 或者是 松啊 或者是任何的木本的花材都可以 那现在因为是 在这个有梅花的季节 我觉得一年中呢 这个梅是很多人最期待擦花的 最期待能够擦得到的这个花之一 好 然后我用几支很细柔的梅姿 来增加整个作品的这个 韵味跟情绪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细细的这个梅姿 那我们常常讲说梅呢 那个 老干新枝 然后发心亚 所以特别的有味道 那我们也会发觉呢 竹子呢 在我们的造型里面 它是属于 呃 出现的 直线的 那梅姿呢 是属于细线的 那比较柔的一些线条的一种感觉 那两者之间呢 互相的交错起来 呃 非常的好看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呃 用这个 呃 这个铁炮百合 好 那 啊 各位阿阿菩萨可以看到 我手上的这个 花我们叫做铁炮百合 哦 那这个花呢 它感觉非常的 清新 然后脱俗 而且 感觉很有气质 好 那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这个 铁炮百合 哦 我用了一支 这个铁炮 那这个 好 另外一支 哦 让它短一点点 哦 因为 呃 这个铁炮呢 我希望它不要太多 因为竹子本身 所形成的这个 呃 意境跟 呃 情趣已经很好了 哦 好 那所以 那我用了两两支的铁炮百合 做这个煮花的这个部分 好 好 那在这个呃 上段的花材 呃 感觉很不错的同时呢 我开始做下段的一个修饰 好 那 呃 各位阿阿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手上拿了这个呢 这个花材我们称为 呃 仪尾山苏 好 那于平常我们会把仪尾山苏 压 压的比较高一点点 但是我今天把这个仪尾山苏呢 拿来把它剪短 用在下段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啊 我想要经营下段的一种绿翼的感觉 啊 那另外还有一个 一个 呃 感觉就是呢 就是我希望呢能够修饰我的这个建山 啊 因为这个花材本身呢 呢 它是很裸露的一个 就是剑山的整个感觉完全的出来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的这个剑山的针 把它做一点修饰 所以我用了一点点 这个鱼尾山树剪短一些些 然后它的那种翠丽的颜色呢 很有那个整个大自然 绿色的一种生意 各位阿华菩萨现在可以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你会觉得那个鱼尾山树 这样的应用方式呢 特别的有味道 那有时候除了鱼尾山树之外 我们也可以用鹿角蕨 鹿角草 因为这种蕨类的植物呢 它放在这个水边 特别有情趣 因为这些蕨类的植物呢 它很适合靠在山边水边 就是产生一种 跟水互动的一种美感 那我把这些山树的叶子呢 整个修饰 那它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说呢 那个在插花的时候呢 要注意到整个肢脚的一种 意境跟美感 那我把这些山树呢 做一些修饰以后呢 这整个作品的这个剑山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过去 那剑山就被修饰住了 那接下来呢 我用一点点这个小白花 这个叫做生山烟 好 我把这个生山烟呢 把它剪成两段 因为我们常常说呢 插花呢 多多许不如少少许 然后呢 那个 我们不要用到太 太多太重的感觉 所以我把这个叶子也稍微拿掉 然后这个 很可爱的这个白色的生山烟 这个小花呢 它插在这个作品中间呢 很能够展现出 好像大自然中的角落里面 那开了一些很美 然后很轻盈的 的一些小花 所以这件作品到目前为止 我们用到的颜色就是有绿跟白 好 我们把这个生山烟做下断的这个小事 好 那 目前为止以绿跟白色为主色系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再加一点点紫色的这个松葱草 就是这个属于比较冷色系的一个应用 因为 我们其实会感受到在大自然中呢 平常还是以绿油油的一片的一种美景 让人家觉得非常的赏心悦目 那斜景的时候 整个绿色系的一个应用呢 可以让人家去凡比率 就是让你的心里觉得非常的舒服的感觉 好 所以我加一点点紫色的松葱草 好 也就是在 我们有时候在插座这个斜景花的时候呢 如果能够越自然 那越具有山野奇迹的一些花呢 有时候特别的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因为我们知道古人自古就喜欢 悠游在这个大自然中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山水画的出现 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出现的 好 那我们把这些来自2000年前的汉朝 那中国在唐朝的时候 也是彭徨很盛行的时候 然后清朝呢也是很盛行彭徨的一个时候 那斜景插花呢 能够让我们好像把大自然中的一个美景 那移到我们室内里面 那去享受在室内呢 去看大自然的一种美意 所以斜景花在插花的作品中 非常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好 那我们再来 好 那我们在刚刚插完那一件 大件大件的 那充满一种绿意 深意的一种 一个斜景花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再试做一个 比较有趣味性的一个 也是类似斜景的一个盘花 好 那我觉得现在的那个 花艺的创作跟应用呢 可以是非常多元性的 而且非常有齐趣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做的这件作品 那各位奥花菩萨 首先可以看到呢 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紫砂盘 紫砂盘 那这个紫砂盘 本来是可以用来种很景的 那我们把它拿来做一些 花艺的一个创作呢 有时候也是很有意境的 好 那各位奥花菩萨 可以看到呢 我这边呢 有一件陶一家 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作品 各位可以看到呢 它上面呢 陶一家用一个有一点点 斜到一边的一个 一个陶 然后上面做了一只 很可爱的这个青蛙 那这样的一个作品呢 其实它很有趣 而且也很好玩 那我们知道呢 孔子在《论语术》篇里面 他说呢 自一道具得一一人有一意 就是人最后呢 在忙碌的这个生活空间 或者说对于生命的一个 自我取取的这个空间之后呢 我们悠有在艺术之中 那悠有在艺术之中呢 也是一意养生 那一意养心 那借由艺术呢 熏悉自己个人 非常高尚美好的一个情操 所以呢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作品 好 那今天早上我到了那个 花园里面看了一下 就发觉 我自己养了一个这个盆栽的这个石头 它现在 变成长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也很有趣趣 因为这一件作品呢 各位奥花菩萨也可以欣赏一下 这也是一个陶艺家 它把它的陶 几乎把它做到像一个木头一样 其实这是一个陶 然后它做的像木头一样 本来我是用它来插花的 后来我就把它移植了一些蕨类到里面 它现在就形成一个蛮美的一个感觉 那像这样的一个移情养性 就是跟自然的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呢 其实也是自己很好的一个 安顿身心的一种法门 然后有时候如果我们临时 需要有一些绿色的植栽来装饰空间的话 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饰品 所以我在这边也鼓励跟大家很多人分享 就是有时候适当的去种植一点点的花 或者一点点绿色的植物 其实对于我们在稳定心情 或者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呢 它都可以让你得到很好的一个 生活的一个调试 跟那个压力的一个释放 那我在做完这一个之后呢 我在这边再把这一只青蛙给放上去 那放完这个之后呢 我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水 那就可以 各位就可以发觉呢 这个盘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很有益趣的一个感觉 好再把它加上一点点的水 好这样子 那各位就可以发觉呢 其实呢 鞋井花的一个运用 它可以是像我们刚刚那样一件作品的 就是很正式的 然后把那个大自然的那个 山井斜井 然后大自然中的一井一物 把它凝缩在一个作品中间 那也可以像这样具有一种 祠堂的一种美味跟野趣的一种感觉 好那在做完这样的一个作品之后呢 我来加一点点这个花衣的作品 那各位阿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手上有一只这样的一个杜鹃 好然后它是一只 就是蛮有造型的一个杜鹃的枝干 那我不需要怎么样特别的去修饰它 我只要把它按照它这个生态 它的这个感觉 来放一下它 那这样子呢 就很有很有味道了 好那我在下段的地方呢 我把它再加一点点的杜鹃 收一下它的这个口 那杜鹃这个花材呢 它很有它的特色 因为它 它形成的那个枝条枝干的一种美感呢 也是很特别的 好 然后我们到这边呢 再减少一点点 好 所以我们 各位阿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用一个这样的杜鹃去形成 这样的一个空间的感觉 好那我在下段这个 这个小青蛙的这个下段的这个部分呢 我也找一只杜鹃 用很平的安置的方式 去放置它 好然后我们把这个青蛙呢 做一些些的 好 好各位可以看到 像这样的一个小青蛙的一个感觉 好然后呢 我这边还有这个红色的山龟来 好那这件作品呢 那这件作品呢 我们可以加花 可以插一个花也可以 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呢 因为在各位都知道 在这个冷冷的冬天呢 虽然大自然中呢 台湾还是有一个很利益的一个大自然 但是我们会发觉山中呢 开始枫叶变红了 那很多的树呢 五彩缤纷的 所以 有时候我们觉得春天呢 虽然是很美啊 就是百花绽放 但是在秋冬的时候呢 大自然也像是彩色的一个画师 它把大自然也是彩绘的非常美 所以 这个红色的山龟来呢 我们可以把它做在 这个下段的部分 让它一点点这样的 让这个作品中间呢 有一点点这个色彩的一个感觉 那当然如果您有那个野花或野草 我们也可以在上面摆制一点 野花或野草 好 来放置它 安置它 好 好 那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件作品 就是这个是属于比较 不是那么正式的一个插花的一个模式 庄子讲 天地有大美而不圆 那事实有棉花而不是 那万物呢 有一个它的真理 但是它不说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心去体会 自然的一种美学 跟节奏的一种韵力感 那希望这样的写景花呢 也能够让你感受到 与自然共舞的一种喜悦跟美感 那愿此相华 遍满十方 供养山宝 护华隆天 普讯众生 共如佛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姑治印钦协会 就帮助弘扬活法 希望大家允愿 活法 能否久留于世 和佛书经典的流传有着密切关系 因此唱饮金书 祝饮金书 流通金书 对续佛会命有极大的贡献与功德 不持饮金协会 其实种大智慧的菩提善根 欢迎诸位大德 踊跃加入会员 随喜功德 顾持请洽各地中心 道场讲堂书房 或洽03-989-8686 中华印经协会 跨播账号1965-8482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能消除寿用三宝 佛塔 经典等十方财务之罪障